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鏡日談 我是艾楚怡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28號晚 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 以及雙方關心的問題 進行了坦率的溝通和交流 當前中美關係因佩洛西可能訪台的消息 急劇緊張升溫 中國元首在通話當中重點闡述了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兩國元首通話能否為 因台海局勢緊張的中美關係降溫 當前全球面臨多重危機與挑戰 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將如何管控競爭與分歧 中美關係將如何發展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外交學院 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蘇浩先生做分析跟解讀 首先通過新聞短片 了解一下最新情況 習近平應約同拜登通電話 通話在北京時間大約晚上8點半開始 維持約兩小時17分 習近平在通話中指出 當前世界動盪和變革 兩種趨勢持續延進 發展和安全兩大赤子不斷凸顯 面對變亂交織的事件 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都期待 中美兩國發揮引領作用 維護世界和平安全 促進全球發展繁榮 這是中美兩個大國職責所在 習近平強調 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係 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 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誤讀 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 雙方要保持各層級溝通 用好現有溝通渠道 推動雙方合作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充滿挑戰 中美應該就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保障全球能源和糧食安全等重大問題 保持溝通 違背規律搞脫鉤斷鏈 無助於提振美國經濟 也將使世界經濟變得更加脆弱 習近平重點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習近平強調 台灣問題的歷史經緯明明白白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和現狀清清楚楚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雙方的政治承諾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 希望美方看清楚這一點 美方應該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拜登表示 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 美中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 也有利於各國人民 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畅通對話 增進相互了解 避免誤解誤判 拜登重申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沒有改變 也不會改變 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交換了意見 習近平重申了中方原則立場 兩國元首認為這次通話坦诚深入 同意保持聯繫 責成雙方工作團隊為此繼續溝通合作 蘇佳您好 中美兩國元首這次通話持續了兩個小時17分鐘 剛剛我們也聽到習主席曾經表示說 從戰略競爭的視角來看待 以及定義中美關係 把中國視為最主要的對手 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 以及對中國發展的誤讀 將會對兩國的人民 以及國際社會帶來一種誤導 您如何來解讀習主席的表態 對 應該說 中美兩國這次元首通話 是拜登上台以來將近兩年的時間第五次通話 應該說兩國元首的通話還是密度非常高的 那麼可見中美兩國都非常重視兩國關係的穩定 目前來看確實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非常大的問題 也就是無論是在台海地區的這個局勢的對抗 還是亞太地區的這個商戶之間的這個競爭 尤其是美方高度的壓制中國 包括在全球戰略上面 美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的對手 甚至於是敵手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就是非常的嚴重 目前來看呢 尤其在現在剛才小片裡面所談到的 佩洛西可能要到台灣來進行創法 那麼這樣的話 使得中美兩國非常敏感的這個台灣問題上 可能會見起火花 導致中美兩國之間造成高度的緊張對抗 甚至可能會出現一種不可控的 這麼一種緊張的這種摩擦和衝突 所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中美兩國之間嚴守通話 應該說對於管控中美兩國之間的分歧 還是非常有用的 那麼其立委主席這次在通話當中的高調的強調 就是美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 甚至於是一種所謂的挑戰 那麼這是不符合國際關係的這麼一種現實 以及世界各國對中美兩國的希望的 但是確實現在美國就是把中國定位為對手和這個挑戰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實際上和國際社會的現實 以及和我們中國外交戰隊的選擇是不一致的 我們實際上並沒有意圖要挑戰美國 要和美國爭霸 這點應該是中國的外交非常明確 但是美方總是誤解 誤讀 甚至於按中國角度來看他是誤判中國 那麼這種誤判導致了現在中美關係的高度的緊張 同時也導致世界各國對於中美關係這種緊張 導致他們自身世界各國也非常的難以處理中美關係 和在全球各種關係的證明中穩定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習近平再一次的強調希望美方不要誤解 誤讀 誤判中國 應該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來看 無論是中國 尤其是美國 那麼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承擔起一個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這麼一個大局的這種責任 所以習近平主席應該說這次再次向美方高度的 從戰略的高度來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 那麼做出這麼一種表達 希望美方應該接受中國方面的這麼一種意願 和這種表述 確實 臺灣問題也是這次雙方通話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我們也聽到了習主席再次強調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雙方共同的政治承諾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所以您如何來分析習主席在這個時候又再次重申了 中方在談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 想要釋放什麼樣的信號 應該說過去中美間原始通話的時候 美方已經做了各種表達 包括四個月以前中美原始通話以後 那麼美方當時已經做出表示 就是所謂的四步 一無意 這裡面突出的強調了美方不支持台獨 在這裡上是中美間的一個底線 對中國來看這是一種紅線 但是在這之後 美方實際上在無論是臺灣問題上 還是在整個東亞安全局勢上 不斷地還是在挑釁 尤其現在台灣問題上 可能由於佩洛西現在炒作了 可能要訪問的話 導致現在中美關係 在台海問題上出現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那麼習近平主席 這次再一次強調美方 過去是他做的一個承諾 不當是要做承諾 而且在行動上 在實際上應該要把它實施 那麼現在來看確實 中美之間在這個台海問題上 現在確實很多的不確定性的因素 包括現在美國圍繞著台海的周邊 像前不久在台灣的北部 東海地區搞這個軍機的演習 導致中美之間在空中 導致了非常明顯的這麼一個對抗 那麼現在實際的美方在南海 也開始把他的這個航空母艦 再次要回歸南海 他的里根號的航母戰鬥群 又要進入南海 所以南北之間 確實在台海的南北 那麼導致了這個中美之間 這種軍事上的這種對抗 而這個對抗呢 事實上導致了中美之間 在台海整個海峽兩岸之間 那麼中美這個對抗呢 實際上非常明顯 由於這次可能的佩洛西的訪衛 會導致台灣本身導致一種 可能釋放一種錯誤的信號 讓台灣當局感知了美方的高調的支持 使得他自己呢 可能更加的致富 從而可能採取一些行動 來挑釁兩岸的這種穩定和和平 甚至於可能會追求 台獨的這個路上 更加的進一步的向前推動 因此這個角度來看呢 給台灣問題 確實造成非常大的嚴重的 這種不確定性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主席突出的強調 台灣問題 那麼實際上 這是中美關係 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在目前來看呢 這個問題呢 一定是在中美關係當中 一個最典型的 甚至於可能是一個最具有爆炸性的這個火花 所產生的一個問題 是 習主席還說到了 奉勸美方不要玩火自焚 這算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一個回應了 您如何來解讀呢 確實是應該說習近平主席這個話是非常重的 是 因為在前面就各種信息釋放出來 佩洛西可能要去創訪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已經有各種表示 也明確地說了 中方會要採取嚴重的嚴厲的行動來給予應對 那麼美方要為此要承擔責任 顯然這個佩洛西的訪問 中方會有相應的這個比較明確的 甚至是非常明顯的對美方的這個行動進行仿制 那麼習近平主席這樣的話 實際上是再次把這個東西做了定性 美方這樣的做法是玩火 是在中美在台海之間的這麼一個海山兩岸之間 會造成一個劇烈的中美的這個碰撞 是 我們也看到拜登在這次中美元首通話當中 也是再次重申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那就是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會改變 他也不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這一次兩國元首的通話 能否為當前緊張的局勢講文 對 應該說拜登這個說了再次重申這種不支持台獨 但實際上我也注意到 在美方的新聞報道裡面也提到過 美方還要反對當方面的改變台海的局勢 那麼這個說法實際上是指著我們中國方面 如果是中國採取行動維護自身的國家的主權 那麼對台獨的這個追求採取一個反制措施的話 那麼他認為這是當方面的改變行動 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完全是一種 從美國當方面為了維護它自己的霸權的利益 來做的界定 那麼在我的觀察來看 實際上現在中美兩國之間實際上在台海有兩岸的兩個兩岸的界定 一個是台海兩岸 一個是太平洋兩岸 現在美方的指重是台海兩岸 他要在之外高度的操控台海兩岸這個局面 但是我們中國認為實際上還有太平洋兩岸的和平穩定 才能夠真正維護台海兩岸的穩定 所以中美之間需要在戰略層面上在太平洋兩岸之間承擔起一種責任 來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 只有這樣才能在台海兩岸之間形成的穩定的局面 但是目前來看可能美方更多的重視的是台海兩岸 而且它要建守所謂的護欄 在台海兩岸不要擦槍走火 但是中國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兩岸之間的護欄 根本要由太平洋兩岸的戰略性的護欄才能夠維護住 目前來看在戰略性的護欄問題上 中美之間還得需要花大力氣來解決 那您認為通過這次對話 美國能不能夠在台灣的問題上表現的言行一致 現在來看過去一段時間 實際上美方是言行不一致的 口頭上說了一套 事實上做了一套 佩洛西如果現在高調的炒作 她要訪問的這事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言行不一致的體現 那麼對於中方來看 我們認為美方這種言行不一致的行為 實際上是導致台海高度緊張 對於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現在習近平主席這次通話裡面 不斷地在這方面釋放各種信息 希望美方要負起責任來 要言行一致的來處理好中美關係 那麼這方面就希望美方看她怎麼來應對 但目前來看美方確實她也知道 中美之間如果高度的緊張對香港導致碰撞的話 也不符合美國的這個利益 所以這次方面美國需要認真的反思 同時可能也需要適度地調整她自身的這種政策 就在中美援手通話之前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就表示 拜登是想要確認同中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通話渠道 是保持暢通的 認為他們是需要溝通的 如何來解讀美方的表態 對 美方過去一段時間一直在高調強調 中美之間要建立護欄 她的護欄就是一方面當然是雙方之間一旦出現碰撞 出現可能摩擦的時候要及時的溝通 從而防止這種衝突升級 那麼這個升級可能相互之間這種溝通交流 乃至於在最高層級上的這麼一種互動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美方的著原點是在於 通過這種高度的這種雙方之間這個高層次的這種互動 那麼它防止低層次的衝突的升級 但是中國我們看到的是高層次的互動 需要高層次的互信 但你就需要在戰略決策上不要採取什麼行動 來具體的在政治層面上 在戰術層面上來採取行動來挑動中美軍的關係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中美雙方 當然我們都需要有一種相互溝通的渠道 但這個溝通的渠道是需要真正要解決問題 不是為了溝通而溝通 但我的觀察來看 美國之所以積極的主動要求對話 就是在於由於美方的一系列的行動 包括佩洛西可能要訪問 那麼已經是嚴重的刺激了中美關係 尤其在台海問題上可能會出現一個高度的緊張對抗 所以美方又要刺激了中國 同時又要防止這個刺激不要導致破局 因此美方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溝通 那麼來防止這個中美之間 那麼互相由於互相的不了解 互相之間不知道底細 從而導致這種破局 那麼這次美方積極的主動的對話 可能是在這方面也給中國交一定的底 它既挑釁了中國 但同時它還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同時我們看到當前全球的經濟形勢 但是依然是充滿了挑戰 中美元首時隔四個月再次進行了通話 對於解決當前全球的各種危機來說 能發揮怎樣積極的作用呢 對我們說中美關係是一個全球性的關係 比方說前面我們習近平主席提到了 要全球的發展倡議 全球的安全倡議 中國也希望在全球的和平發展當中 要發揮正面的積極作用 而這一點 中美兩國也非常重要的一些共同的利益 和這種共同的基礎 那麼這次在中美通話裡面 雖然我也注意到習近平主席也特別強調 中美之間 尤其是在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問題上 中美兩國的一些全球問題上 包括氣候變化 包括能源問題 包括糧食問題 中美之間都需要溝通交流對話 那麼尤其是在經濟問題上 現在應該我注意到 美國現在剛通過了所謂的這個 芯片加法案 科技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裡面實際上直接的針對中國 要進行高科技的 甚至是芯片產業上的這麼一個斷供 和這種脫鉤的這種方式 這實際上對中美經濟關係是非常不利的 但事實上在芯片問題上 中國和相關的這個國家和地區的這個生產 是深度連接在一塊的 美國的一個做法很難以達到它的效果 甚至跟美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大的經濟 所以美國經濟現在非常麻煩 它的通膳非常嚴重 所以美國的做法實際上 對它自身的經濟發展也並不有利 因此即使在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上 中美之間也得需要溝通交流 來自於也得一定程度上 習近平主席也強調了 中美在經濟方面的合作是必要的 所以我覺得中美兩國實際上 在全方面的問題上 需要相互之間採取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來穩定來發展兩國間的這種關係 好 先謝謝蘇浩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相關話題稍後我們再來聊 下節新聞見識談帶您關注佩洛西 可能訪台的最新情況 相關話題稍後分析 一會見 新聞見識談歡迎回來 美國媒體27號報導 美國國會首次有議員證實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邀請部分議員 加入訪台行程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導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已邀請一小部分國會議員 加入訪台行程 其中包括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正負兩名主席 委員會副主席麥考爾 向媒體證實自己受邀 不過出於個人行程衝突而拒絕了邀請 他同時建議佩洛西注意軍事行動 以免局勢升級 麥考爾透露的這番消息 也是首次有官員明確證實 佩洛西的訪台計劃 媒體曝光行程一個多星期來 佩洛西辦公室和白宮均拒絕確認有關消息 雖然拜登政府對佩洛西訪台持反對態度 但兩黨均有議員支持佩洛西的舉措 有民主黨人則認為 不應該通過一系列未經協調的動作 調整美國的對台政策 與此同時 美軍也在制定相應計劃 美聯社引述知情官員消息指 如果佩洛西確定要訪台 美軍準備在印太地區增加軍事動作 包括調動戰鬥機 軍艦 偵察設備等 其他軍事系統 為佩洛西乘坐的班機 及其在台逗留的時間提供更嚴密的保護 國防部長奧斯汀透露 他已經向佩洛西評估安保情況 直到目前美國的國會 包括佩洛西的個人 都沒有證實會否訪問台灣 但是有關佩洛西 該不該訪問台灣的問題 華盛頓內部似乎已經出現了分歧 所以現在究竟有哪些不同的聲音 對 佩洛西的這個訪問 實際上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就曾經炒作過 但是他後來戰略性的陽性 那麼就把這個訪問就把它停止了 但是當時的中方已經是明確地做了表態 這樣的訪問實際上是嚴重破壞中美關係 那麼美方要承擔這種責任 那麼這一次媒體裡面這些炒作以後 中方也做了明確的表態 但儘管這樣 看來現在佩洛西的這個訪問 目前來看好像還沒有確定 那麼似乎美國國內裡邊的行政部門 和這個國會之間好像一定不一致 兩次於拜登才明確地表示過 說這個訪問可能在軍方 並不認為是一個好的方式 所以好像雙方之間存在一些分歧 但是在我的觀察來看 實際上美方的這個行政部門和國會 當然過去有很多的這個對立 甚至於是一種矛盾 來自於在兩黨之間的黨爭當中 導致了一個黨爭的這種顯性化的這個政治撕裂 但是目前來看呢 由於國會還是以民主黨作為多數黨 佩洛西是民主黨人 而拜登作為民主黨的總統 實際上兩個領導人之間都是同一個黨 所以我的觀察是在這個訪台問題上 實際上雙方之間是有些溝通 有些協調的 甚至於某種程度上 我懷疑可能唱一種雙方 也就是可能一個唱黑臉 一個唱白臉 以這種方式來實現這個試探 那麼中美間的關係 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可以進行有效的管控 同時呢對於美方來看呢 當然它也留有一點餘地 如果是這種管控 可能難以有效的這個限制的話 那麼可能這個訪問會終止 但目前來看各種信息釋放呀 看到佩洛西的訪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現在事實上剛才小片裡面也提到 美國的軍方甚至已經開始做一些準備 那麼中國方面實際上我們的媒體 也高調的表示了一種反對 只有我們有不同的一些評估 甚至可以採取各種應對的措施 那是有的媒體說的應對的措施 非常的嚴重 但是現在來看呢 美方可能通過一段時間的評估以後呢 給我的感覺是 這種訪問可能很難以終止 所以現在更多的需要考慮的是 這種訪問會造成什麼樣的困難 怎麼樣的問題 而導致中美之間嚴重的受到關係的破壞 現在來看是不是美國也有一點騎虎難下 如果佩洛西不去台灣 那意味著華盛頓可能是受到了 來自北京方面的壓力 迫使他不去 如果說佩洛西去了 那無疑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 對中國最大的一次挑戰 所以他現在究竟該如何選擇 究竟是去還是不去 特別是在中美元首通話之後 他該不該去 當然實際上美方這次佩洛西的安排去首位的創訪 應該說之前有非常充分的評估的 會造成什麼樣的困難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乃至中方會怎麼應對 那麼美方都會做到很好的評估 而且在這個評估之下 他現在還是做出這個決定 準備要去的話 應該說他是做好了相當的準備的 所以雖然可能一定程度上 現在與行政和立法部門的這個表態的不一致 看上去好像是有點騎虎難下 但是我覺得從本質上來說 對於美方來看已經有了一定之規 他的安排應該說 按照他自己的步驟 那麼一步一步的往前推進 但是整體來看我想這次訪問 可能會給中美關係造成非常嚴重的破壞 在這點上美方可能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您剛才說到 其實美方已經做了相應的風險的評估 如果佩洛西執意要訪問台灣 可能會面臨怎樣的風險 是啊 這次佩洛西的訪問應該說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破壞中美關係的行為 我們知道佩洛西在美國的政治領導層次裡邊 他排名第三 對 僅是於他的副總統之下的總統的這個候選的人 第二位 一旦出現問題的話 他就可能作為第二位 排名第二位的這個 承擔總統責任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人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人物 這種人物訪問台灣 應該說確實給中美關係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我們知道在25年之前 當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也曾經訪問過台灣 但當時是柯林頓政府時期的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那麼那個時候的眾議院呢是共和黨主持 然後總統是民主黨 所以實際上是兩黨黨爭的一個結果 那麼共和黨為了壓制民主黨 那麼採取這麼一個行動 給柯林頓政府製造麻煩 當然這一次不一樣 因為雙方都是民主黨 而且呢 雙方之間的溝通非常的通暢 另外呢 就是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炒作過一段時間了 在這個前提之下還要進行訪問 顯然美方呢就是刻意而為之 要給中美關係制造麻煩 尤其在台灣問題上 因為現在美方明確的看到 台灣問題是有效的跳動中美關係的一張槓桿 同時呢要試圖要把台灣嵌入到 美國所建過一套印太的所謂戰略框架裡面去 從而讓中國在追求統一的這麼一個問題上 制造非常大的麻煩 這點戰略意圖美方是非常明確的 當然對於中方來看呢 我們在這個處理台灣問題上 我們有我們的一定之規 美國的行動是否真正能夠根本上改變台灣問題 我認為這點上做不到 因為台灣問題的真正的把握 是由我們中國自己來決定 實施以中國人民來決定 整個中國兩岸的統一的問題 由我們中國自己來把握這個節奏 在必要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什麼時候來解決問題 實際上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不是由美方來決定 但是我們剛剛在新聞小篇當中 也有說到 如果佩洛西真的訪問台灣 美國將會加大在印太地區的一個軍事的活動 來對佩洛西提供一個安全上的保障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應該怎麼來回制呢 對 確實美方是要做出一種所謂的護欄 也就是說佩洛西的訪問 可能他需要在軍事上防止中方以高度的 嚴重的軍事手段來給予反制 因此呢 他無論是在台灣的北部 還現在在南海 那麼做出一定的軍事部署 甚至於可能他要進行首部的軍機的護航 那麼來保證佩洛西的一個安全的訪問 但是我想這個訪問當然是階段性的 可能保證這個訪問的這個不要出現大麻煩 但是對於中國來看 我們看到的不是這個訪問的這個時刻 我們要採取反對的措施 我們要採取反制的措施 同時可能在這之後 我覺得中美之間在台灣媒體上的這個性質 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發生變化 中國應該要採取一定的行動 過去我們可能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克制 同時呢我們在一定程度上 還有一種中美之間的這麼一種默契 在處理台灣媒體在軍事上 但是現在來看呢 中國通過這次訪問 我們會有心理一些舉動 在中美在台海媒體上的軍事之間這種關係 可能會發生重要的一些變化 那麼這個呢可能在長期的來看 對於中美在台灣媒體上的這麼一種格局 就會發生一種變化 這點上我想美方要為此承擔責任 您剛剛也說到 其實現在就佩洛西可能會訪問台灣這件事情 華盛頓內部也是存在分歧的 所以佩洛西一意孤行的想要訪問台灣 他究竟代表的是誰的立場 他對佩洛西來說呢 有他自己個人的利益 有他的黨派的利益 也有現在美國本身現在馬上要面臨中期選舉的需要 那麼從佩洛西來說呢 我們知道這位老太太 這位82歲的老太太 可能他應該作為一個民主黨的這個國會的這個議長 可能是最後一年 應該說中期選舉之後他可能就要下來 他想留下一些政治遺憾 他可能想留下一個自己高官的時刻 所謂的這個非常那個留下這個歷史的這個印記 從這個角度上看有他自己個人的利益的需求 那麼同時呢 現在兩黨可能現在在中期選舉當中呢 民主黨實際上是處於一個低潮 拜登現在這個民調的支持力並不高 尤其現在這個中期選舉當中呢 共和黨高調的這個反對 高調的反對民主黨的一些做法 包括對拜登的一些做法呢 實際上也採取一種否定的一個態度 特別是特朗普可能要準備要參選 甚至還有共和黨的很多的議員 對於這一次佩洛西的訪問 可能也不斷的在創奪 不斷的在刺激 所以應該說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對於民主黨來說呢 他已經是上架了 不往前走了 所以這個走呢 對於民主黨對於佩洛西來說 都是可能要必須要採取的一步 好 非常感謝崇豪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謝謝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見日談 再會